為何主日崇拜的錄影需要革新呢? 其實這跟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新冠疫情的情況很有關係 雖然過去教會已經為疫情的進展制定了一個三個級別的機制 並且預備當疫情提升到不同級別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措施來採取 不過即使現在,當疫情雖然未去到一個很嚴重的地步 我們都已經開始發覺到在會眾當中 有些弟兄姊妹回崇拜、星期日回聚會已經開始有困難了 特別我講的是在我們當中的老人家 一些家裡有很小的小朋友的家庭 甚至患有長期病患的弟兄姊妹 有些人不能出街,有些人因為健康的理由 不適合去一些多人的地方 所以教會有見及此,我們就決定 除了星期日的崇拜之下 我們都在網上來加設網上的崇拜 所以從今個星期日開始,我們會有這樣的安排 就是每個星期日的早上 我們將上星期日整個崇拜的程序都會上載 包括有詩歌敬拜、有音樂、有講道、有回應 整個的程序一拼擺上網 以至於這些弟兄姊妹雖然不能出街 但仍然可以在家裡透過這個視頻 來開展他們自己的家庭崇拜 至於原定於星期四早上 我們本來上載的廣道崇溫 我們就要等一等 我們就等到星期日 將所有的東西夾合在一起之後 我們一拼把整個崇拜擺上網 當然我們都知道的 就是這個網上崇拜 完全不能夠取締於弟兄姊妹 即是回到教會的實體經歷的集體敬拜 不過在這個非常時期裡面 教會都覺得這個是我們需要 為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而設的特別安排 所以我們期望疫情能夠早日過去 當疫情過去一切回復正常的時候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夠回到教會 我們一同的敬拜上帝